桃園一名富人过马路时 不顾路上车水马龙 就这样直接横跃马路 路上行车纷纷闪避 有一台汽车来不及反应 紧急刹车导致重心不稳 擦撞到旁边的白色轿车后 直接摔倒在路上 再看一次画面 摩托车疑似要闪避富人 就碰撞到白色的轿车 汽车摇摇晃晃 S型惨摔在地 女骑士痛到爬都爬不起来 送医后发现右肩锁骨骨折 需要开到住院 再看看当时那位过马路的富人 车祸当下还被车吓到 身体抖一下 接着瞄一眼 转头就离开 车祸当天早上七点多 尖峰时刻 公车停靠去后方 一台小轿车临停 导致公车无法进入 公车专用的停车阁 最后引发轿车 行人 机车骑士的闪车擦撞 谁的肇事责任最大 警方还要在深入厘清 记者林中正理议会 桃园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